首先,我們三稱 那無本師釋家謬離佛 無量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問得首詞,願解如來真實義 好,大家好,今晚是五月份第一節的文師收斑 以及第五月最後的一堂 亦都是我跟大家分享《地藏經》 由那位法師錄影的環節 其實那位法師,我們大家都非常認識 自從去年講了《地藏經》之後 反映都非常好,很多人都希望可以重溫這個片段 我們政會考慮過,不如我們今次在文師收斑分開兩節 前一節由我講文師收斑的基礎佛學 亦都帶出我們為何要重溫《地藏經》 以及《地藏經》對我們自己的修為 以及《地藏經》的好處 第二個環節,我們由那位法師講 在第一堂,我們又有另一位委員 他會介紹那位法師的修行和緣起 為何要講《地藏經》 其實那位法師對《地藏經》是相當熟悉的 那位法師在同年時已經接觸佛教 很早期已經出家 他對《地藏經》有二十多年的修行經驗是相當豐富的 而且法師說《地藏經》是非常活潑和很貼地的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聽眾或者學員在聽的時候 都發問了一些問題是很本身自己經常發生的事 解說的方法令到那些學員都非常滿意 有一個方向感,有一個修行的目標 這件事我們今次重溫也希望達到一樣的效果 我們今次,我負責講這個環節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講那個緣 是講那個緣起或者說因緣 這個緣起或者因緣可以說是一個佛教 是一個很特別的項目來的 其他宗教就很少人講過那個因緣 雖然因緣我們很多人都認識 和緣起我們都很多人認知 但我們通常是個概念式我們了解 但真正去來裏面那個細節、細微處 我們還未清楚 為甚麼要清楚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人了解恩果 相信恩果 但恩果對他的生命 對他生活方面是沒有甚麼幫助 他雖然知道是恩引起果 但他就不會改變自己的恩 因為他認識的深度不是很足夠 還有他真正佛教的恩緣 可能他未必了解得很清晰 我們診這個機會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佛教的恩緣跟我們平時認識的恩緣有甚麼分別 我們講的就是緣起佛教緣 他不是包括很少的事 他包括一切法 一切法是說的通常我們看經 他包括一切法是萬事萬物的 除了這個世間法或者出世間法 他都會爆發的 其實分類呢 一切法分類是非常講法的 在佛教來講 我們除了說出世間或者在世間法之外 我們分類就是 譬如我們有違法和無違法 有違法就是指 有些是我們有行為造作的 有些是沒有行為造作 我們叫做無違法 或者我們叫善法、惡法 通常我們是分類的 即是說佛教講 佛陀講經講了這麼多年 他最好就說 將一些是歸納了 令我們呢 因為我們始終人的思想 就說比較好散亂 將它歸納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去掌握 以及我們知道範圍是怎樣 因為我們知道範圍是怎樣 我們可以把思想控制得到 他除了善和惡法之外 他也可以細分 細分就說 我們可以分為思想和肉體的分法 肉體我們通常叫色 至於那個思維上 可以分為受想、行、色 這些比較細節的分類 那圓我們怎樣分呢 我們通常圓是講恩圓 我們恩是講主恩的 至於圓屬於座園 主恩座園就是通常我們這樣的說法 譬如我們舉一個種子 我們叫一個主恩 至於那些座園可能是陽光 水分或者其他那些 譬如有些人去耕田 播種了這些 所謂的圓 通常我們分為主恩座園之後 我們很多時候就覺得 主是重要一些 圓是庫園 如果我真正去認識那個恩圓 其實恩和圓是應該同等的 所以佛教講 是一個平等的觀 我們不可以說 那個恩重 或者恩是主 圓是庫的話 或者座園的話 或者座的話 我們覺得圓的重要性 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其實就不應該這樣看法 因為如果你沒有圓的話 恩也生不起的 恩圓是大家 兩樣匹配之後 譬如舉例 如果有種子 你沒有陽光水分 一樣生不起那個苗 出來 然後掌成棵樹 或者開花結 那些他沒有辦法做得到 那我們為什麼要說 要分得很清楚是恩和圓呢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只了解那個恩圓 就是我們承認 我是一個主恩 其他人是座園 譬如我成就我自己 譬如我成佛都好 很多中心就是我的座園 譬如我是一個港師 其他的學員是一個座園 我們將那個我其實很黑 我們潛意識 其實我們將那個主恩 我們當作自己 其他的座園的時候 其實不只你在那個恩圓裡 學不到 你就會將自己孤立了 還有就是將自己 就成為一個主角 其他全部的配角的時候 你就誤解了恩圓的特性 還有我們根本可以說 我們所謂了解恩圓 其實我們將那個恩圓 是調轉去理解 恩圓是令到我們 將自己的主體 去淡化它 還有知道我們的主體 其實跟我們的客體 是平等的 但是我們反過來 如果我們知道恩圓的話 我們講自己的恩圓的時候 那不就不止失去那個座園 另一個就是對於自己的我執著 就越來越重了 對於自己的我執著的時候 第一這個跟佛教的原意是違背 對於我們對自己的執著越重的時候 我們知道就說我們得到那個苦就會很大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得到的時候 師傅都經常說 你得到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自己擁有的時候 你會面對很多無償 很多那些發生的事 就令到失去很多東西 你追求失去 反而你不追求的東西 它就在你身邊 第二樣東西就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感恩很多人 做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將我的個體 就是一直提升自己的 不如我們感恩人的話 其實我們自己有個潛質 就是希望人感恩回我 如果他不是做同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個不公平性 或者我們不開心 其實很多時候惹來我們不開心 或者惹來我們有個比較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看不開這個我 那我們怎麼能夠拆散這個我那個執著呢 首先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是我呢 在佛台裡面是說無我 為什麼會說 跟我們那個思想那麼不同呢 這裡我們都要了解一點點 然後才知道 它緣起說是些什麼事 其實我也是一個緣起 其實什麼事都叫緣起 緣起就是因緣造成 它那個我就是怎樣 它講的是我們精神動育體 我們最後講過育體 我們叫識 我們學佛教呢 都要認識很多的名相 名相就說 對於一件事是一個名稱 而我們靠這個名稱 因為我們始終是世間法 我們用名聲去交流 我們那個言語的溝通的 那我們用識來講 識我們通常就說 包括什麼 那是物質 那現在講佛教的那個識 它包括十一樣的 十一樣就是說 我們眼耳鼻舌身 就五樣 那對那個對景就是 色聲香微觸 就是講那個對那個景 即眼就對那個色景 那個鼻就對那個色景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是那個 一個色 我們怎麼接觸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我們叫物質性 色是代表的是說 就是有那個障礙性 我們叫它色的 我們從我們那個眼睛 看到那個景 就起到一些作用 我們認知的世界 也都靠我們這個 我們前那個五根去認識 至於那個精神上 但是色裡面 除了這十種之外 包括一種就是 這個比較難了解些 我們這個叫做無表色 或者叫做法處的所見色 有兩種說法處 法處所見色就是 我們當我們入定 或者其他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色 就說只是定中的時候 見得到的 它也都是一種障礙 因為我們是見到一種 比如有些光 或者其他一些影像 如果你入得很深的定 的時候 你見到這個影像是很清晰 見到的 它是一個色著 有些影像 至於我們其他的無表色 它看就看不到的 但是我們叫做業力 它是儲藏的能量 當它那個緣起的時候 這個這樣的色就會化成一種 物體出來 譬如我們講的果報 果報出現就是用色的 所以我們仍然撥入這個無表色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到 但是它能夠生起一個實質的果報 所以我們叫這個做無表色 很多時候我們講說聲 景我們很清楚 我們見到有色有障礙 但是聲和味 為什麼會有障礙呢 其實聲和味都是有障礙 當然我們 譬如我們吃一些東西很淡味的時候 如果我們再吃一些濃味 濃味 濃味是奪了那個淡味 所以濃味和淡味 濃味是濃味的一種障礙 如果我們吃濃味的時候 我們就 障礙我們去嘗試那個淡味 聲和一樣東西 聲就可以 所以它很小聲 我們比一些大的聲 就是障礙著 其實聲有一個障礙意 所以有一個障礙意 我們就撥在那個 屬於是一個色的範圍那裡 至於瘦上行色 就是說 我們怎麼會生起一個瘦呢 因為我們有肉體 有肉體裡面 我們就接觸對境 生起一些感受 我們通常叫做三種結合 就形成一個竹 竹就是一種感受 原來有接觸到一件事 我們就有感受了 那三種語言 就是比如我們眼對那個色景 又生起一個眼色 又是三種和合 就是眼和頸和眼色 生起一個竹的感覺 又是感覺到我們這樣瘦 瘦當然有苦的瘦 有樂的瘦 有些叫做不苦不樂的瘦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感受 有個想 色授想 想就是取象 譬如我們見到一件事 我們把那個影像色填裡面 那這個就是一個取象 就叫一個想 至於想跟著就行 色授想行 我們怎麼可以行呢 就是我們見到的時候 我們生一個喜歡不喜歡 我們去執取 或者我們做一些行動去 去辟除這件事 那這些都是一個行動來的 那它最主要全部去做事 我們結合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業力的儲存在我們的色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 我們緣起通常我們覺得 我們由我們的身體接觸到外景 然後生一個色 然後色再生一個瘦 然後瘦我們又有取象 然後就立在我們的色田裡面 然後寄出來 以後成為我們一種恩怨 我們又再生一個 我們覺得它是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 其實真正的緣起其實就是 一生一起生的 它不是它說 即是我們理論上 我們理解一樣東西就是 好像就是一樣生的 但是你不能夠斷層 它沒有層 它一生起的時候 它一起生的 即是你一有起一樣東西的時候 它會受想行的 即是我們五運是一起動的 它不是分開 會受想行的而動 而我們是一起動的 這個比較不是那麼容易去了解 那我緣起怎樣叫做緣起生呢 就是恥有故彼有 這個歐瀚經經常說的 就是恥無故彼無 其實它緣起的時候 意思代表就是 它不是生起一樣東西 這個東西隱生別樣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道理上 但是它很有趣的 它一起就全部一起起 即是你根本沒有那個間歇性 被它停下來看到的時候 即是你察覺不到它的 譬如你一起一個貪廉的時候 它已經進去昔田裏面 你的貪廉就已經中了昔田裏面 即是不可以說 我在某個地方可以停到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緣起其中第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一時同一 同一時期起的 第二個緣起就是它沒有一個 這個我想大家都會稱它 這個緣起就是我們叫做緣起聖空 聖空就說它什麼叫空 它其實不是說完全都沒有 它就是說它沒有一個主導 就是好像我們舉例 一顆種子和陽光的話 其實它們是一起有的 即是不可以說 哪個是主體哪個是客體 分清楚來說 都是一個平等的一個緣 沒有一個可以獨立的 它一起生起也都沒有一個主導 所以我們一件事一起起 這個就是個體上的那個緣起 但是緣起它其實 你一路可以將它一路放大的時候 它是一起緣起的 譬如我們這個緣起 在我們這個 一些事物的緣起 這個事物也和 譬如我和這個廣堂一起緣起 這個廣堂也和這個社會一起緣起 這個社會和什麼和這個世界一起緣起 這個世界和什麼緣起 和這個宇宙一起緣起 其實我們的緣起 不是我們想像中 這麼簡單 一個就是單獨一個事物 或者我自己的 我們再分層去看 第一 所以我自己是緣起的 即我是一個 我先說了五允我們 我們五種積聚體來盛起我自己 那我的緣起其實和 因為我自己不能夠獨立生存 其實我生存 就是因為有這個 譬如在這裏的時候 我有個廣堂才可以坐在那裏 廣堂當然也有聽眾 有其他東西 但是這些 這個廣堂成就到 也都可能靠這棟樓 去成就這個廣堂 有這個廣堂的時候 其實同一時間 有這棟樓在那裏 有這個棟樓之後 其實我這個城 可能有這個社會 才令到我們這個廣堂 可以 起碼它沒有地震 其他東西令到這個廣堂能夠存在 有這個社會 當然有國家 有國家 有世界 有世界 也都有這個羽著 這個羽著才承托到這個地 其實我們可以說 一環就扣一環 其實它本身就說 整體都是一個原器 我們只看的時候 它可以說一個定頸 只要你那個 不過我們凡夫的眼睛 就看得很短 比如我現在看 看到對面屋已經撞著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清靜 一看其實 它是一幅大的畫面 非常大的畫面 我們認識原理 其實 將自己的心量越整越擴充 就說 我們不要撿著自己 因為你首先放去 我們自己學了原理 就是我們怎樣修圍自己 就說 第一首先我們將自己 看到自己 原來 我們是五種積聚體做出來 跟著我們放出來 原來五種積聚體做出來 譬如我們做很多功德 做的時候 視乎你的心量是怎樣 其實你將自己的心量放得越大的時候 其實你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它的相應是越來越廣 那層面越來越廣大 當然你做錯事相應很大 但如果你了解原理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做 因為你將那個心量一路放大的時候 其實你很容易收很多東西 收什麼 譬如回鄉 我們做很多東西的時候回鄉 我們一回鄉的時候 不只是回鄉社會 你一看 原來社會的外層還有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之外 還有一個大的宇宙 還有一個空間 其實宇宙還有無限的宇宙 就是你慢慢這樣 將自己思維的時候 發覺自己不是渺小 但自己原來現在渺小之中 那個覆蓋面可以很大 就是你 那個覆蓋面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對於你的定位那個我 就越來越淡薄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收法每一個人都不同 很多收法都不同 用那個思維的思想 去令到自己 對自己那個 不是看低自己 但是將自己的覆蓋面大的時候 你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牽涉的地方 你就會考慮到很多 譬如我成就了我 其實很多人 譬如你父母 你家庭 你社會 你都成就了你這個暫時的存在 當然我們有雙續性 這個我們是平面看一個 一個元氣 其實元氣它既然是我們講到 是包括一切化的 我們有那個三世的元氣 什麼是三世元呢 我只是講的是平面的元氣 是那個闊度 就是闊度包括什麼 是整個宇宙 但是至於那個三世外 包括什麼呢 就包括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 但是我們會懷疑 那你元氣即時起 你都說明是即時起 即時滅即起 為什麼會包含三世呢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要內心一點去聽 因為有些東西 就這樣說出來 你可能水過壓背 你認識不會很深 你怎麼認識到元氣 其實元氣整個宇宙都包括到 首先我們認識到 那裡的平面上我們要去 至於我們三世 我們為什麼會 就是我們元氣可以一動 三世一起動呢 那這裡我們要看一看 這個佛教也有講的 所以佛開頭講的 就是講那個四聖體 其實也有講過十二恩怨 其實十二恩怨和四聖體 即是它講那個範疇是不同 我們今天不是講四聖體 我們講那個十二元氣 因為十二元氣我們講個元 所以我們講小元的話 就讓大家知道那個關係 那個架構關係 譬如我今天聽這堂 那個關係是怎樣的 那個定位在哪裡 這個需要做 其實我今天講的地藏經 就說它的元氣很重要 因為元氣決定 它有些地方 我們未必了解 但元氣可以解釋得很清晰 譬如《地藏經》裏面也有些說 是有些熱報 恩怨 究竟它的恩怨為何會這樣呢 是否不公平呢 我們很多都很懷疑 我不要講十二恩怨之前 我先講個故事 這個都是《地藏經》裏面有個故事 因為我們金堂也有些介紹 那個《地藏經》 我講少許關於《地藏經》 《地藏經》我就不太熟 其實我但是有些引起它的故事出來 其中有個故事 講其實《地藏菩薩》前生 它有兩個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它是當做那個江木 它是一個婆羅門女 江木女 那它的母親就是經常吃那些肉 尤其是吃那些魚肉 吃魚就是魚子都一起吃 所以它生前做很多這樣的 我們叫做惡業 因為什麼叫惡業 因為你不能夠平等搬到一眾生 你拿去生命 你想生命是最寶貴的 而你拿去生命 至於連她的兒子女女 子子孫孫的生命拿去的時候 這個恩怨是非常之重的 所以她即時就落了地獄了 但是江木女是一個很清淨的修行的女生 她當然知道她的母親一定去處 一定不會是好的 她當時就是求佛 佛就叫她你放心 你回去就念佛號 然後就會見到你那個母親得到好處 她也都去地獄看了之後 那些細節就不講了 我最主要講那個元氣 我講那個元氣就是 她的母親就因此而得到道了 即是得到道就是 即是得到超道 即是得到超道 超道就已經去了天界那裡 跟著她未來世代 可能都做一個阿羅漢 我們有幾樣 其實有幾樣 這個我以前都想過 即是說 她怎樣 因為我們佛教講 佛都不可以改一些定業 她那個母親 既然做了一些惡業 要受那個地獄果報 這是定業 為何她可以靠一個女兒 她的修辭 而令到她改變呢 這件事我其實都有少許懷疑 但是當然佛經這樣講 我們當然是相信的 後來我用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 其實她這件事 完全跟那個恩果 跟元氣沒有違背 第一 首先她要先下地獄 她其實那個果已經報了 她說你未報夠 她說為何因為她念 令到她呢 其實元氣很有趣 元氣就說 我們有一句叫強元引弱恩 什麼叫強元引弱恩 如果當你叫元是夠強的時候 那些弱的恩 當然強的恩應該先行的 譬如我殺了人 我立刻要到地獄 這個強的恩會行的 但我仍然 雖然我做很多惡事 但我仍然有很多善業 我有做 但這個很弱 相對那個惡業來講 她叫弱的恩 因為她善業太少了 做得太少了 可能捐過一元給人 或者拖過人 走過馬路 這些善緣很少 但她的惡恩很強 所以她那個恩就先行 但如果她譬如她還有一個外力 那個元的力更加強 所以叫強元 就是引弱恩 什麼弱恩 她善恩太少了 但是她的元夠強 要引弱的恩出來 她那麼能夠令到她母親 就是她沒有幫她母親 其實這個母親 她本身只有善業 但善業就生不了 因為她沒有那個 別那一個 她的業 善恩太弱 自己不夠力 但 dun cheap 我們譬如靠佛 theater 靠菩薩 因為她沒有改了給我們那個業力 因為她佛 不過她但它引我們的善業出來 所以就算我們做什麼也好 我們有空也要結結玄、做善事 別管它少 因為如果佛菩薩是想幫助你的時候 最初你要求菩薩 好像可以еспodar地葬菩薩的話 你根本就不能求 求的時候你都看一看自己 你的錢有沒有錢 起碼你有些善 sozusagen 菩薩人才知道用什麼方法解救你 起碼在你的若因裡面 都從來找到一些善源 一 route叫若因的時候 她也可以抽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 其實江木裏能夠救他的母親 他沒有說一個,也沒有違背的原理 就是他能夠阻礙他的強緣 所以我們學法,除了我們道我們自己之外 也都希望我們靠我們那個 一層一層的慢慢去修為自己 不只我們幫了自己,也幫了很多人 因為我們有這個緣 我們這個緣夠強,就可以令到其他那些 那個需要幫助那些,起碼有緣人 令到他得到那個,得到一些利益 得到一些好處的 我想這個就是最主要的那個緣的重點 所以我們地奏菩薩的那個強緣引一個弱因出來 另外第二件事我們說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學法最怕的 我以前未學法之前我做很多惡業 我今天都聽到很多人說我以前是那個壞人 但是你怕不怕呢?我們不要說怕不怕 就是說你做了惡業那果報一定會來的 但是是不是一定會來呢?那也未必 但是你緣起是講那個果報的 究竟果報來還是會不來呢?其實這個有兩樣 緣呢?因為我們為什麼要講恩和緣呢? 因為緣呢,你有個主因 主因當然你可能犯了很多錯 做很多惡事 我當然不是叫鼓勵大家去做這些惡恩 但是如果做了恩的時候 恩能夠成果呢?它都要做個座緣的 有些修呢?修圍有兩種 第一呢?就是我們將主因去滅了 什麼叫主因滅了?我們將那個報 承受了那個報的時候 我們這個恩就會滅了 但是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將座緣 斷了座緣去 什麼叫斷了座緣?我們讓座緣不生起 比如很簡單,我有一顆種子 我永遠放在雪櫃裡面 我放在那個乾燥的地方 或者用盒裝著它 永遠接觸不到陽光水分的時候 它就不會生起的了 其實同一道理就說 我們呢?就算我們做了惡恩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做很多善事 令到它那個惡元沒有機會生出來的時候 我雖然有一個惡恩在那裡 它因為我沒有座緣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生起了 那我這種叫做什麼呢?叫做非責滅 有一個名相叫非責滅 責滅就是我決定的 就是決定性的 有個主因你生起 非責滅我們是 我斷了座緣 令到這個贬滅決定不生 就是斷了它那個座緣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我們也都 為什麼我們要修淨土 要求生淨土 就是因為我們去到極樂世界的時候 極樂世界一片都是善的緣 那根本惡元就不會生出來 所以就算我們有很多惡業的時候 就算我們帶這個惡業去到 一些去到極樂世界淨土裡面 因為它沒有那個座緣令它生起的時候 它們是我們叫種子 就被那個雪藏了它 它就會生起不了這些變成一種事物 這個大致上就是講那個 都是平面的那個恩怨 但是我就是講說 講了個故事之後 講什麼叫三世的恩怨 為什麼會能夠什麼呢 首先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十二恩怨是怎樣 十二恩怨是怎樣 是一環扣一環的 首先十二恩怨是講三世的 是講過去世 現在世和未來世的 就是兩重恩果 就是過去世那個恩 就引來我們今世的果 今世的恩 就引來未來的果 所以很多人說 看你今世人做什麼 就知道你前世恩做什麼 譬如今世受苦歌的時候 你前世一定是做了很多惡的恩 我們的恩怨帶出來是怎樣 也是佛學最基本的 我們要對峙的方法 十二恩怨是什麼 就是由無名而起 無名是什麼 就是我們無以明知 無名就是自衛 無名就是無自衛 無自衛的時候 我們一樣都是說 就是沒有方向感 還有就是說 我們對峰的時候 生起的時候 其實我們起很多懷疑心 很猶疑心 我們決定不到 譬如很簡單 譬如我們買層樓 我不知道層樓一定會升值 譬如讀書我們選哪個科目 選理工也好 選理科也好 還是文科也好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面對很多的三叉路 令到我們要走 我們什麼無名呢 就是令到我們很多時候 在那個懷疑底下 我們做了一個決策 但這個決策 你無論做到什麼好事 一旦是無名而走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那個方法的時候 一定是會錯的 我們不會 就算你選擇到層樓是好的時候 你可能執著去散 就算你買到層樓是好的 可能有很多的 牽涉下來的那個問題 這個都視乎你自己本身那個 因緣點 我們無名就原行 行就是令到我們有那個行動 所以我們行動就說 無名而行 所以無名而行 就一定要帶來一種色體 這個色體叫做有漏的色體 一定是不會無漏的色體 無名就生不到有無漏的色體 無漏就是它不會流落生死的那些色體 一定是有漏的那些色體 色體是一種記憶體 色就是生起那個明色 明就是講那個精神意識 色就是講那個 我們正是講那個色身 我們正是講過了 我們色就是十一樣色 這裡不需要再講了 明色就生起那個六日 六日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這兩個我們對人來說 如果對於其他那些眾生 它未必有六日 比如你五官不全那些 當然就沒有了 可能你沒有了其中一日 其實一日就是一種根 去到無色界 甚至他們全部那個 前五根都沒有了 只有那個意識 這些只是意識的存在 這個就不關元氣事 他們通常說六日就是指人的元氣 六根就接觸外景 我們通常說六根的時候 就說 就以為我們眼耳鼻舌 看到那個六根就是六根 其實我們佛教講那個六根 或者我們講那個五根 就是後果根一定是意識 你看不到的 我們那個是我們見不到的根 我們不是眼看到那個眼 就是叫根 那個不是我們根 我們那個神經細胞 就是我們那個根 比如我們的眼神經細胞 就是眼根 不是指我們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眼 是叫扶塵根 是扶著我們根 五根那個根 我們看到那個是叫扶塵根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學佛學一定要認知這件事 通常我們指五根 是指那個神經細胞 那個是五根 由它這個神經細胞 接觸到外景的時候 我們產生很多的肉 這個就是我們 由過去生 就是過去的無名原行 就產生了今世那個五官 其他東西 和接觸那個氣世界 我們氣世界都生出來 我們這個五根 就接觸到這個氣世界 生氣了很多那個觸覺 感受、愛取有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今世的那個 那個果 果同因 這個也可以說一個同事因果 也可以說我們先果後因 這個就是說 有前有後的 我們先有個前因 令到我們今世 我們今世又再做那個愛取有 又產生下一世的那個生老病死的那個 所以這兩個果是三世的那個恩緣 就兩重的恩果 上一世的恩 帶來今世的果 由今世的果 由果 其實果和恩 果就是事物 你用果裡面接受到的那些東西 就生起另一個恩 就生起最未來的那個 這個兩重恩果 和三世的恩緣 其實 為什麼我們 我們說是 緣氣在一起呢 我們 聽上一次 師傅跟我們說 他十二恩緣 雖然看下去 一環九一環 三世似乎說 他由無名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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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書完六天 為什麼生老病死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說 這個發生 這個發生 一路一路 其實不是的 他好像一個齒輪一樣動 當一個鐘 如果一個鐘 拆在鐘裡面 一個齒輪一動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一起動 他只會無名 一生起的時候 他一動的時候 他生老病死已經動 不過這個動的時候 很微細 其實你一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果已經落了後面 不過果就是 就視乎另外的恩緣 他會起 但是他那個潛藏的力量 已經在這裏 所以他三世的時候 他的緣起裏面 你一做的時候 他是同時一起動的 那麼 他那個果報生氣 不過他果報未出 他未來世 未來世為何會出呢 他潛藏的那種能力 到時候 令到那個恩緣成熟 或者有恩緣的時候 他就會出 至於我們今次我講的 我們看一看 PowerPoint就說 緣呢 我們講了大致上 我們都知道緣是怎樣的 我們先看了 我們再做 平觀我們見到緣 我們可以的覆蓋面 可以很大的 令到我們慢慢自己 可以把我們的胸襟放闊 那三世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做的事 不僅是覆蓋面大 還是包括三世 三世就是過去 現代未來世 我們今天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影響到我們未來世 我們變成 我們行辭 我們很小心 因為我今天做的 原來我做一些善恩 比如我做一個成佛恩 我做了菩薩恩的時候 我知道未來 那裏面 我中了點佛 你變成你知道那個理論 首先你要理論解釋一下 你現在通的時候 你就會做很多事情 你等於有錢 你慢慢進去 即使我進少少 我知道我今天進一句佛號 我今天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將來這個佛果 就成就做一些了 那你變成你那個 當你的構思很清晰的時候 三世 其實世界的意思就是 界我看到了 三世就看到了 世界我看清楚 其實世界代表預先 我們有一個大的世界 小我們有一個世界 其實我們小世界 跟一個大世界一樣 我們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原來我們 為什麼我們做菩薩道 能夠成佛呢 其實這個緣起裡面 就已經將那個概念 很清晰地告訴我們 當然你要認識 越深入的時候 就改變你自己 你將你越改變 你整天知道有緣起的時候 你慢慢改變的時候 知道根本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和佛 即是說未必等同 但肯定你知道 我這個因 就和那個果掛了歐 我們這個因緣 大致上我們講講 緣我們通常有幾種緣 有些叫善緣 有些叫仗緣 有些叫仗緣 有些信緣 有些譯緣 有些譯緣 好了 我們首先講信譯兩個緣 信譯兩個緣 是叫無記的緣 什麼叫無記的緣 信緣未必一定代表好 譯緣也不是代表一定不好 我們很多時候希望信緣 希望贏緣 其實我們未認識清楚緣 其實緣什麼叫做 譯如我們做些惡 我們信緣未必 其實通常我們做那個惡 我們希望是信緣 我們知不知 譯如很簡單 我想去喝酒 然後有人打電話給我 今晚我去喝酒 好 好 然後那間店又沒有開門 不是有開門 一下去就搭電視 這是信緣 一直去到酒吧喝酒 這是信緣 但這個信緣 其實是一種惡緣的增生 令到你很容易去到惡度 其實我們大部份信緣 令我們去行惡緣 惡緣的信緣是容易些的 但是信緣的信緣就難了 譬如很簡單 叫你去打坐 嘩 腳很痛 又沒有冷氣 又熱 就是總之又問多 總之一百樣東西 令到你就說 都沒有辦法坐到一分鐘 五分鐘 但是如果你說惡緣的話 就很容易了 哎呀今天不要坐著 今天惡緣就非常 所以我們了解信緣惡緣 我們要了解 惡緣未必有 佛學有講的就不是叫信緣 益緣和信緣 是我們世間法這樣講 所以我們詰這個 我們通常叫曾尚緣 我們學佛一定學很多名相 那什麼叫曾尚緣呢 我們將一些東西提升的 曾尚緣 就是說曾尚緣可以講一種坐緣 什麼叫曾尚緣呢 比如我們今天講 那位法師 那位法師 我們講的年青有為 有一個很有羞恥的法師 他就這樣看照片 已經很莊嚴了 但是如果他作起一件 那些紅色的袈裟 那些福田衣 我們覺得 哇 這個是一個令到更加 一來到的時候 那個氣勢 那個氣勢更加厲害 這個是一種曾尚緣 就是說他的袈裟 令到他的那個修圍 令到他的本人 更加去增上 這個是一個曾尚緣 那反過來 易緣你叫什麼 有些叫做易緣 有些叫做曾尚緣 什麼叫做曾尚緣 就是說 凌成一種障礙 那麼易緣不是代表不好 易緣我直接去解釋 如果易緣 令到你是障礙你的惡道 那就好 如果易緣你障礙到 那當然是不好 然後我們了解到 順緣和易緣的話 那我們才知道 什麼叫善緣 什麼叫障緣 那善緣呢 我們有幾種善緣 其實善緣 都很多善緣的 那通常是善緣 比如我們吃得溫飽 有家庭 有汽車 有 世間上的善緣 跟我們都 有些會不同 但是我 如果你說一個修行人的善緣 對於這件事 他不是覺得善緣 有些善緣 他其實是一個 本身的障緣 比如很簡單 你吃得 飽飽飽飽飽 叫你拿一本經去看 一看一本經 你已經睡覺了 這個是不是已經善緣了 你說 我的福報 其實這個 看你企的觀點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我們以為知道有人說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心裡面說什麼 還有你知道他站的位置 你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們學 其實我們學法學 等於我們學法學 要學恩明 恩明很清楚 他的立論和定位 你背後解釋這個立論很清晰 我知道你說什麼 我才知道 比如說善緣 你說什麼善緣 我清晰你說是善緣 我要誠佛的善緣 和你說一個享受的善緣 和你說一個為自己個人利益的善緣 你記得明上你都已經差不多 那個框框 但是我們有一道最大的障礙 善緣都有一個障礙 其實我們學佛學 最大的障礙是怎樣 就是我們學得很多 天天聽 天天聽 有時候聽 當民分集是一個好的 但是我們聽完之後 我們只有抱面的聽 我們不能夠深入 我們永遠在水面那些 就是魚蝦蟹 什麼魚蝦 魚蝦 永遠都在海面那裡游 入深一點就太深了 它不入了 所以你聽多少次都好 始終在水面 抱來抱去 抱來抱去 抱一天 抱一抱 有些人抱幾十年 在道場裡面 抱了幾十年 都是差不多 浪費了這些善緣 其實善緣 你都要知道 令到我們很多時候 你不要把這些名削打裂 好像知道 其實一種障礙 你像知道 像不知道 這件事也很 不是好 你又說你不知道 我只是因果我明白了 全部明白 但是你做不到 或者看你那個做 你不像你做得到 當然我們不是要這樣去平衡 但是你入到寶山 你都希望在寶山 拿到一些利益 如果你入到寶山 拿不到利益 我覺得你就浪費了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學之後 都要經過一個 問我們 很多時候問就很容易 今天聽你說 後天聽你說 一個禮拜排到周身 沒有空 都是排去天天聽 但是問完之後 我們都要經過程序去思 真的要經過思考 思考都是第二個程序 其實第三名詩最重要 就是你修 其實修 就是把那些東西 歸納回去 分滿別類 你真正去了解 你真正疏通 這樣疏通之後 你真的在生命裏面發展出來 這個就是修 師 只是將你疏通 所以你了解一件事 其實字面上 你要行善 佛教都是 眾善奉行 諸惡莫作 但是善人 當善的時候 很多人的棋位是不同的 當棋位不同的時候 你以為善 其實你不是善 其實你中一個惡的障礙 都不成功的 有時候有人覺得自己 我障礙很重 很多人都說 我今天不能來 因為為什麼我障礙很重 因為又乘不了巴士 其實障礙 誰給自己 是自己給自己 就是 主要我障礙很重 你叫我拜佛 我不行的 我拜兩下我腳就痛了 比如我禮佛 我不能超過三百 我真的不行 我又老又什麼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然後就說 我們的障礙 是自己給自己的障礙 令到自己 我突破不了 其實那個原理 你令到自己有些突破 是要克服有些東西 還有你最重要的了解 什麼是你的善緣 什麼是你的障礙 你不要真的把它定錯位 不是善緣 你就覺得善緣 不是障礙 你自己擺在障礙 這個我發覺 可以說是一個通病 我都是看書回來 這個通病 學佛的通病 我們以為知道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以為善 其實不是善 我以為是障 其實它不是障 是理智 各樣都是我們的思維意識 令到自己最方便便便最好 這種學佛就說 你學很多年 學了十年 學過年數 但是進步是很少 這件事就是可惜了 因為人在生命上不是很長時間 讓你去胡混混 你要學佛最好就是 真真正正的跟佛去學 聽經也是 聽經孟參女法師經常說 你聽佛陀每一個經裡面 是替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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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用三心兩意聽 什麼叫三心兩意聽 通常我們聽的是 什麼叫水過亞貝 你說的 我都明白了 不斷上去 這就是三心兩意 什麼叫三心兩意 在孟參 我們通常人的心 叫三心 叫心意識 就是三心 識就是我們第八識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柯拿人識的那個識心 第七識 就是我們末拿識 也叫個心 這是第七個心 第六個心 就是我們意識的心 這是三心 兩意 不止哪兩意 就是我們意識 就是第六識的意識 但是第七識 那個末拿識 那個意 也都叫意識 我們通常叫 看它怎麼分 通常我們叫 如果第六那個叫心 我們叫第七識 那個末拿識 就是執著自己 就叫意識 所以通常我們聽 就是三心兩意 我們只是浮浮 那三心兩意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孟參老婆 所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這樣聽 你一點好處都得不到 但是反而你浪費了很多 就是說 譬如很簡單 我們聽《地藏經》 《地藏經》 我們明白了 就是講地獄那些什麼 和什麼 你認知不到 你不會在那個 在那些經文裡面 原來我們通常有些顯義 也有些物議 和你要給自己 它那個思維空間 人家說地藏經 地藏經有什麼好處 我地藏經我不太熟 但是我知道地藏經 它的好處 它說什麼 就是地藏經 是一本開悟的經 通常我們叫地藏經 是一本孝經 為什麼孝經 因為它兩個故事 就是講地藏菩薩之前 都是一個大長者 一個孝女 它聽到佛陀的教導 和第一次看到佛陀的莊嚴相好 它就覺得我都希望 好像佛陀得到三十以上 八十種隨好的 第二次因為它覺得原來眾生受那麼苦難 於是我就說地獄不空 我世不成佛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通常說地藏經是一本孝經 其實地藏經除了孝經外 很多人說它是等同花艷經 在開悟的經典 當然我們開悟有寧嚴經 有寧嚴經我們通常說開悟經 但地藏經是一本開悟經典 這件事就是說我們 我就不作地藏經的介紹 因為應該十一節 或者我們都分享那位法師 帶我們入地藏經 也都我們希望聽到法師的開示 我們就知道地藏經 如何引導我們去得到我們今世的利益 現世的利益、未來的利益 當然我們最後的利益 就是我們一定會成佛 因為地用菩薩 如果我們不能夠令我們成佛的時候 他就應該來說 失了對釋迦牟尼那種承諾 因為當時釋迦牟尼 講完對他的母親講完 這個就是講地藏經 講完想偷離天講完 講這個地藏經 就祝福了地藏菩薩 就告訴他未來世 當然他講完之後很快就入滅了 入滅就講《列盤經》 講了一日《列盤經》 他之後呢 到下一世的時候 到微勒菩薩成佛的時候 講的是過億年的時候 但這段時間眾生飄飄浮浮 當然當然不放心 我們這些眾生交託給地藏菩薩 所以我們今生能夠得到利益 我們都會靠地藏菩薩 所以我們多些念地藏菩薩 一定很智深的念 還有我們跟著那幾個環節 有十堂 我們聽聽各位法師對地藏經的開示 今天我想我交代那個前節 我都是呼呼 講一些普通的 可以令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我們每一堂 我們都會講一些關於文師 很基礎的佛學概念給大家知道 我們也會有些 譬如有興趣的地藏經那些有趣的事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回向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因 下祭三屠虎 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阿彌陀佛 有什麼貴 我沒有那些人 那些人 有什麼貴 你找到 有什麼貴 在海岸